电影《我不是要神抱着港种》那样起剧片的期待去的 结果还是有一些让人沉思的点 看完之后触动很大 反思自己平常老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判他人 却忘记了人是有感情的 也更加领略到这个世界没有感同身受 有的只是冷暖自知 也许自己的一些做法也只是认为自己做得对 却忽略了别人 希望自己能在有限的时间迅速积累到一定的财富 不要等到用时只会流泪 别无他法剧情里虽然有一些道德绑架的部分 一开始让我非常接受不足 和朋友争执了许久 后来自己想明白了 徐征在后来金盆起手的时候 王传君的妻子却来求他 希望他重新卖掉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很不爽 别人也有别人的人生 当一次事情里 你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不到几分钟便动摇 有点厌恶自己总是这种站在至高点极度理性的讲道理 其实在那种走投无路环境下 这样要求别人不要去道德绑架是过分的 这也才是人的本能反应 才是真的斜实 我们无法体会事件 发生时当事人的处境 所以不适合做任何评价 作为旁观者 我们只需借此去感悟自己的人生 你说的对 站在至高点极度理性的去评判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的行为 本身就是过分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当你给了他生的希望 却又一次让他失望 在饭桌上 吕最后一个离开 他不愿相信那是真的 眼睛里满满的绝望 他最大的改变在于 第一次不是帮儿师冲着赚钱去的 如果没有吕受益 也不会有开放制厂的程老板 他爹也不会继续活着 这些都让他受到了一大的打击 后来他只不过把一切还给了白血病人 自己当回了神油店老板罢了 可是 如果不是有一代代为民警令 为万事开太平 的抛头颅撒热血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的时代 又是怎么一步步向前发展的呢 人有权力怯懦 但请不要玷污勇敢者的努力 我们的世界没有缺了他们 还有一点 徐征后来的财富 都是靠着这些白血病人挣来的 没有他们 徐征也许一辈子都在那个角落卖着撞羊药 他最后是受不了良心的考虑 才决定重新出山 他说 这些就当是害他们的 其实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张长林卖家要十几年没被抓 因为没有伤害 药厂利益 政府公安机关不作为 但那卖可以真致命的钥匙 伤害了药厂利益 公安机关才受到威胁 要拼了命抓人 其实很残忍 当利益受到侵害时 最终是有钱人胜利 所以里面说的 穷病 是没法治的爱 看完这个电影 感觉更多的还是无奈 所有人站在自己的立场都有难处 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到底谁错了 这让我觉得更难受 我想到了青霉素 一开始也是天价 随着科技 随着社会的进步 它价格降下来了 成了最普通的东西 我在电影中看到了希望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好 不是吗 后面强勇退出大家的态度 有些道德绑架意思 这个场景联想到了辛德勒的名单场景 也是类似的场景 但是要神处理的有些刻意了 关于豆瓣9点0分 个人感觉有一定的鼓励分在里面 因为他把现实中的问题 是裸裸抛给了大家 是中国电影的明显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